算符 Vector Operators 這個向量算符呢 我們就用這樣子一個符號 這個你可以念作 Nebra或者Del 來念這個符號 這叫向量算符 向量算符的定義呢 就是現在你所看到的 這個算符本身因為它是一個偏微分量 所以叫算符 會操作在 不管是存量或者是 向量廠上面 它會作用在一個廠上面 它會對它取微分 然後它本身是一個有三個分量的 所以有I J K 三個分量 分別是X的偏微分 Y的偏微分和Z的偏微分 我們首先來定義一個最基本的一個 向量算符叫做Gradient Gradient的中文叫做T度 T度 這個T度呢 是操作在 什麼廠上面呢 是操作在 存量廠上面 所以要記得 Gradient 是指的一個存量廠 被這個算符 作用 作用的形式非常簡單 就是 這個存量廠 被 這個操作上去 就是把Phi 放在這些地方 被它偏微分 就得到我們的 T度 把這個 存量 用這個操作之後 我們就得到一個所謂的 T度向量 得到的結果 並不再是一個存量 而是一個向量 所以要特別記得 Phi被Gradient的作用之後 得到的結果是一個向量 它已經變成一個向量了 你看它有三個分量 而是這三個分量的大小分別是 我們的存量廠 Phi對X取偏微分 作為X的分量 Phi對Y的偏微分 作為Y的分量 Phi對Z做偏微分 作為K方向的分量 所以同學人一定要記得 它變成了一個向量 而且是透過 分別對XYZ的偏微分 來得到各個分量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題 如果有一個存量廠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X乘上Y平方乘上Z三次方 這是一個存量廠 對不對 因為它並沒有向量的分量 如果 我來做這個存量廠的 這個T度 我會得到三個分量 得到向量了 三個分量分別它的分量大小是 這個分量是 把存量對X做偏微分 對X做偏微分 所以得到Y平方Z三次方 第二項是對Y做偏微分 對這個Y做偏微分 Y平方變成2Y 所以得到2XYZ三次方 然後對Z做偏微分 作為這個分量 我就得到3XY平方Z平方 所以我們很快的 就得到了這個T度算幅的操作 就是這樣操作的 至於這樣子一個T度的操作 到底得到了什麼東西呢 是下面我們要探討的重點 要理解這件事情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想要去計算 Phi這個存量廠 它沿著某一個特定的方向上 它的變化率要如何計算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在做這個問題之前 首先我們先考慮 因為要考慮這個存量廠 它要一個變化 假設變化的這個位置向量的差別呢 DR R的變化量 假如是寫成這個形式的話 那麼 我們來看 做這個內積會得到什麼東西呢 Gradient Phi.DR 我們就會得到 剛剛的Gradient Phi就是這個 DR是這個 所以把這兩個內積做完的話 就是DX乘這一項 DY乘這一項 DZ乘這一項 然後 就沒有IJK了 因為這是內積 內積完之後 得到一個存量 就是這個 那這個很有趣喔 你看 Phi Phi是一個XYZ的函數 它是一個存量廠 它是XYZ的函數 我把這個函數 對X取偏微分 再乘上DX Phi又取偏微分 乘上DY Phi又除以DZ Z的偏微分 再乘上DZ 所以這個量的結果 當然就等於是 Phi的整體的微量變化 的整體 沿著 沿著 沿著這 對這三個 X座標 Y座標 Z座標 分別有DX DYDZ的變化的情況下 它的總的變化量 所以這個就是Phi的總的變化量 當然是微量的總的變化量 所以是DPhi 所以重點來了 問題是 DR的DX DYDZ 到底變化量各為多少 顯然這是一個 向量的變化 向量變化當然要指出 這個向量 是沿著哪一個方向上要發生變化 所以我們要定義 精確的定義 DR這個量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敘述 它是往哪一個方向上變化 所以 當我們要描述 它往哪個方向上變化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要先說 R 如果 它可以 透過一個參數 描述出它的曲線 的情況 沿著 在P這一點的附近 它的變化是沿著這個曲線 RU 以U為參數 所以X 也是U的 這個函數 Y Z 都是U的 參數 所以我們可以 精確的描述 當U 發生了微量的DU的變化的時候 R 是如何 在 發生DR的 微量向量的變化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 知道DR的變化 就可以來 看出 D5 沿著這個方向上的變化 這是我們講的 In some particular direction 好 所以我們要得到 RU 這個方向 RU的 變化的方向 當RU變化方向 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就是它的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 我們知道 DRDU 就是切線方向 對不對 所以 我的 如果我把 這個式子的兩邊 都除上 DU的話 這邊是DRDU 這邊是DPHI DU 所以DPHI DU 這個PHI 隨著U的變化率 就等於 PHI取T度之後 再跟DRDU 這個向量取內積 對不對 那這個內積 我們可以 再進一步的來看 這個是一個切線向量 對不對 切線向量 那 這個切線向量 如果我的U 取的就是 我的 弧長 做我的參數的話 DRDS 就會得到一個 單位向量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得到 如果U 是S的話 DPHI DS 沿著 弧長 來 曲線的弧長 作為參數 發生 微量變化的時候的變化率 就等於 PHI的T度 跟 我的切線 曲線的切線方向 取內積 就像這樣子 所以我的PHI 如果Gradient PHI 是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如果是這個方向的話 這個向量 跟這個 單位向量之間 取內積 就會得到 DPHI DS PHI沿著這個方向上的變化率 就會得到了 好 所以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說如果我 把這個Gradient PHI除上 DU的話 我會得到這樣一個 基本的一個式子 所以 我也 可以選任何方向 我 對 任何一個方向 假如我用A這個單位向量 描述的話 我知道 沿著A這個單位方向上 單位弧長內 的 這個變化率 PHI的變化率 就是Gradient PHI跟 A這個單位向量 取內積 就是得到了 我的這個 微分的變化率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們把這個式子 稍微改寫一下 因為 這是取內積 而PHI本 這個 A這個單位向量長度 是1 所以這個內積很簡單 就是乘上Cosin Theta Theta 就是 A這個方向 跟Gradient PHI之間的夾角 比如說以這個圖來講的話 Gradient PHI如果在這個方向上 A如果在這個方向上 那麼他們的夾角是Theta 所以 Gradient PHI對A來做投影 所以就得到D PHI DS是這麼多 OK D PHI DS 在 這個 呃 呃 A這個方向上 D PHI DS的變化量 就是這個結果 就是 就是 就是由 由這個Gradient PHI.A 所以 D PHI DS就出來了 所以呢 我們 對於這個 運算呢 我們給它一個名詞 就叫做 Directional Dirative 叫做方向導數 方向導數 D PHI DS 就是 PHI這個存量長 沿著 A方向 A方向的 導數 PHI沿著A方向的導數 就成為 這個方向導數 好 所以 到這個地步呢 我們就可以回頭來理解 Gradient PHI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Gradient PHI代表什麼意思 P點給定之後 Gradient PHI的絕對值就決定了 可是 D PHI DS的大小 沿著 這個方向 變化量是這麼多 沿著這個方向 變化量就更小 沿著這個方向 變化量 投影下來就更小 對不對 所以 D PHI DS PHI對S的方向導數 這個變化量 這個 變化量呢 會隨著 A的選擇不同 而改變 對不對 比如說 如果沿著 這個方向 沿著這個方向變化 這個 A如果取這個方向 跟Gradient PHI是垂直的話 那麼 投影量就是0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沒有變化率了 對不對 PHI對S 沒有變化率 換句話說 PHI 沿著 A如果是這個方向來改變的話 沿著A是這個方向的話 那麼它是沒有 沒有改變了 換句話說 PHI在這裡跟在這裡跟在這裡 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這是PHI的 同樣 值不改變 這就要等位了 對不對 等位面的 概念 對不對 所以 我們 就已經了解到 A的選擇 對DPHI DS的大小 是非常重要的 而 A如果 往這邊靠 最後 A如果選擇 剛好是 這個方向的話 那麼 就會得到了最大的投影量 DPHI DS會給出最大值 對不對 對不對 DPHI DS給出最大值的意思就是 PHI 沿著這個方向 它的變化率 是增長最大的 對不對 它是 最大的值 所以 我們現在就了解了 原來 Gradium PHI 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 本身 給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這個方向呢 就是 PHI 沿著這個方向 它的變化是最大的方向 會增加最快的方向 會增加最快的方向 所以我們得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層數 Gradium PHI is the largest possible value of DPHI DS Gradium PHI的大小呢 就是 給出 DPHI DS 最大的方向導數的 那個值是多大 並且呢 Gradium PHI本身這個方向 就給出了 增加最快的那個方向 所以它的絕對值給出 增加最快的增大率是多少 就是這個 那反之呢 如果是負的方向的話 反方向的話就是 得到 就是 減少最快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 Gradium PHI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操作 它在給出一個存量廠 沿著 Gradium PHI這個向量的方向上 是增加最快的方向 希望這個方向導數的 概念呢 讓同學們能夠理解 Gradium PHI這個操作 給出的 在這個幾何上的意義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這個 函數本身的意義 就是它增加最快的 這個方向 好 介紹了這個 梯度算幅的定義之後呢 還有它的 數學上的意義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例題 現在有一個存量廠 是這個函數 我們計算 在 空間中這個坐標 它沿著 A這個方向的變化率 要我們把它算出來 也就是它的 方向導數 我們要計算 在這個點 這個函數 沿著這個方向的 方向導數是多少 那同時呢 就在這個點上 請你也同時計算出 Phi這個量 增長最快的方向 應該是 在哪一個方向 而它的這個增長量 又是如何 好 我們來做這個問題 第一步就是要先把 Gradium PHI這個操作 先把它算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 整個問題就是圍繞著 這個T2算幅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把它做 偏微分 對X做偏微分 2X 這個沒有X 所以只有2XY 對Y做偏微分 兩項都有Y 所以這個 微分掉剩下X平方 這個微分掉剩下Z 所以是X平方加Z X平方加Z 再對Z偏微分 這項沒有Z 這項有Z Z偏微分掉剩下Y 所以YK 好 已經知道是這樣子了 那我們知道 我們的點是這個點 所以我們把 XYZ 這裡的XYZ 用1 2-1 帶進去 你會得到 2乘1乘2 4 1 的平方 加 -1 1-1 等於0 所以沒有J分量 YK Y是2 所以是2K 所以我們知道 在這個點坐標上 Gradient Phi 它的T度 算出來的向量是 4I加2K 這個向量 好 那麼我們要算 方向導數了 要沿著這個方向做方向導數 那麼 我們知道 我們要算方向導數的時候 我們要求是沿著單位向量上 所以這個不是單位向量 我們先把它單位化 所以 除上根號14 它的長度 就得到單位向量 所以方向導數就是Gradient Phi 跟A取內積 這兩個取內積 所以是4I加2K 跟這個取內積 你會得到是這個結果 所以我就得到了 沿著A方向的 這個方向導數 也就是Phi 沿著A方向的變化率 是更號14分之10 好 第二部分的問題是 關於 變化最快的方向 跟 變化率是如何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Gradient Phi 這個向量 給出的方向 就是變化率最大的方向 所以 我們很快的就知道 變化率最大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並且它的值是多少呢 我們知道它的值就是這個Gradient Phi 取絕對值 4的平方加2的平方 是20開根號 所以是根號20 所以沿著 4,2的方向 增加率最大 並且增加率就是根號20 就回答了這所有的問題